圓圓就看到柴犬攻擊野生綠頭鴨 路過民眾嚇壞了 邊錄影邊大聲呵斥 聽到這番話 讓莫及者理智線全斷 怨覆著柴犬狠咬鴨子 四組一開始還站在一旁 完全沒有制止 不管怎麼勸阻嘴巴就是不打開 就像綠頭鴨好幾度正式掙扎 最後還是難逃死劫 民眾事後把影片PO上網 立刻引起網友熱烈討論 有人說傷害無辜生命 到底有沒有在教 主人怎麼可以那麼不緊張 是已經習慣了嗎 還有人說毛海有問題 八成都是主人的問題 我在想他的動作 是不是以來就有這樣的習慣 然後其實四組已經不以為意了 不然一般狗有訓練 或是說有字旨來講 一聲令下其實他們都會聽從主人的意見 基本上如果你知道你家狗或公尼青 應該幫他套嘴套了 主要這四組問題還是比較大了 實際成為現場在台北市大湖公園 因為整體廣闊自然生態豐富 存了不少人的遛狗好去處 沒有想到缺害野生綠頭鴨 慘死 柴犬口中 如果有獵捕野生動物 一般類野生動物的情形的話 就是會有六到三十萬元的罰款 是不是有觸法 還要釐清直四組人眼旁觀 看在他人眼中也難免感到太冷血 這次是楊欣怡台北暢報道 彩犬靠近分割島的台角 做個記號之後 接著網路間移動的這一步 使得迎面而來的轎車 為了閃避而偏移 導致於另一台車發生擦撞 兩台車因此停下來 但柴犬踩著步伐離開入口 兩台轎車擦撞一台車身 留下擦橫定一台後視鏡 因此毀損 警方受理這起車禍案件 巡人監視器影像 發現柴犬帶著項圈 推測有人飼養 進一步找到四組 警方陸續以行線查知 該寵之四組答案說明 定一 道路商務管理處罰條例 第八的四條相關規定 予以主罰 詳細造成的原因 這起車禍就發生在十八號當天 台中北屯區山西路與崇德路口 柴犬闖入車道後 引發閃避車輛的碰撞事故 因為狗沒有細線成 害我造成車禍的話 我可能就會請他也要付出一點 就是相關的賠償這樣 主人應該就是 首先主人管好 主人管好了 就不會有這種事發生 四組坦承帶柴犬散步 沒有妥善犧牲 導致全肢脫逃 當下發現狗與車之間 沒有發生碰撞就離開 警方對此因道交條例 開出三百到六百元的罰單 但路過的兩台轎車擦撞 車主若要對四組求償 可能得意跳街取得共識 或者打民視官司 請求損害賠償 三集有邱瑞阿林 配訓台中採訪報導 在後面